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涛涛涛生 我们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 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希望能够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哪怕是一点年的娱乐 刚刚过完情节 那么在加拿大的移民局给的留学生 广大的留学生朋友来了一个情节的礼物 那就是放宽了毕业工签的申请条件 其中呢,主要的两个变化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PGWP 就是毕业工签的几个变化 据说重大的变化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申请时间从你毕业以后 90天申请,加长了一倍的申请 也就是说在180天内可以申请你的工签 第二个,以前需要你有有效的学签来申请这个毕业工签 现在加了一条 你曾经有学签也可以申请 那到底是什么样算是毕业工签 据说毕业工签对加拿大的留学生来说 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是毕业工签 最新的毕业工签的一些变化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就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按这个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说到毕业工签呢 它叫Postgraduate Work Permit Program 有人叫PGWP 也有人叫PGWPP 也就是说你在加拿大社会Postgraduate 也就是高等教育以后 它就给你发一个工签 基本都是开放式的工签 你就可以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 那分为不同的等级 它官方的规定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从八个月开始 一直到三年 也就是说原则上是你学习了多长时间 它就会给你发一个多长时间的这个毕业工签 比如说你的学质是一年 那你就会拿一个一年工签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细的规定 我们随后马上给大家看一下具体政府的一些规定 和官网上是怎么说的 这个就是官网 大家很熟悉 我们来到了官网 说的是 这就是Postgraduation Work Permit Program 它叫PGWPP 进来以后 刚才所说的是 毕业以后申请的工签 其实我们进来很明显能看到这些黑体字 很重要信息 重要通知 然后2月14号 然后New 看到了黑体大概就明白 从24号以后将会执行Effective新的这个Guideline Guideline应该叫什么 指导性的意见 指导这个政策方针等等 具体的有四个 第一个就是你是有效期和怎么申请 第二个就是你是哪些人申请的这个条件和要求 第三个是 就是你这个项目的一些申请要求和一些institution 就是哪些是哪些学校 应该是 再一个就是你的申请人和你旅游的时候期间怎么办 申请的要求它有变化 所以我们只要看申请要求 你看我刚才所说的是第一句话它就出来了 这写了一句话 Applicants can receive only one only one post graduation work permit in their lifetime 这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每个人一生当中只能有一次这个拿毕业工钱的机会 也是人生的一个仅有的一次机会 就是一一生只能拿一次这个毕业工钱 具体哪些要求呢 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要拿这个毕业工钱 首先你要是有一个符合要求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学校 它叫DLI 也就是你要符合学校 那怎么样去查你点开这个链接里面应该有有效的学校 可以查得到 你还需要有符合一下要求 第一个刚才所说的必须是在加拿大 然后至少是八个月的学习 你这八个月的学习还必须是要Leading 就是要是拿学位拿证书拿这个学位学历证书 我们这样来解释 然后你还必须是Full-time students 必须是全职的学习 而且他提到你在身体学期的时候 必须要有这个成绩单和学校的一个官方的信件 来证明你是在这儿学习的 这是需要在申请工签的时候需要提交的 这个变化就说了 要在180天内提交你的毕业工签 之前他说的是90天之内 那现在延长到了180天 也就是6个月之内提交就可以 90天跟180天有什么区别 我大概查了一下 如果你是网上申请的话 差不多是在80天到85天左右的这个审批过程 那如果你是纸质的申请 差不多是在100天左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90天是很尴尬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 因为你一些错误的信息没有填好 或者说让你出现了错误的信息 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引起的 那你就没有时间再重新提交 那你刚才所说的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 等于就废掉了 那如果是这180天的话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止质的问题 包括有什么样问题 你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因为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来 这样子 另外一点就是很多学生在毕业的时候 都在忙各种 比如说找工作呀 各种活动呀 等等 有的是会容易错过这个申请工签的时间 就会想到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再一个很多都有拖延症这样子 还有这么多天我要先干什么 然后排排排到最后忘记了 所以这个180天增加了一倍的时间 也给一些有稍微拖延症的同学 或者说需要履行顺序的同学 这么一个缓冲的时间 甚至有给你一次改正的机会 你申请人必须符合一下 一种情况 那就是第一个 你拿这有效的学签 就是valid有效学签 第二个 你看它增加了一点 the help start permit 看这两个 一个是现在时 一个是过去时 你曾经拥有学签 也可以 这也就是刚才所说的第二大变化 不需要在是有效的期间内 之前的学签过期了 也可以继续申请 再一个的情况 在加拿大的 不需要学签 就学习的这些人 是哪些呢 他说的在这个条款下面 我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上基本上第一点 就是那些外交官呀 国际事务呀 国际贸易呀 等等交流呀 商务咨询呀 等等这种的活动 子女或者成员这种 第二个说的是 当然是军队里面的参军的这一些家庭里面的家庭里面的人和所属关系的这种情况 基本上我们广大学生来说是用不着的 除了这两个变化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是他的有效和他的申请情况的一些要求 给大家想看的一个表 我刚才说了 申请工签是从八个月 他要求至少八个月 然后是全职学习才能够给你毕业工签 各个时间 多长时间可以拿多长时间的工签呢 我刚才所说的原则上是 你学习多长时间就可以拿多长时间 你看这边他就说了 当然魁省它又是分开的 不一样的 这边看 如果你学习至少八个月 大于八个月 小于两年的话 你可以原则上是这样 拿到的工签 跟你学习的这个时间的长度是一样的 然后魁省的工签 你可以学900个小时到1800个小时之间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注意事项 这一块说的 签证官有可能考虑给你一个三年工签 是什么情况 刚才说的是八个月 但是如果你是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话 在加拿大 而且是被认可的学校的话 那他有可能就会给你发三年的这个工签 再一种情况就是 是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话 那你就直接是三年工签 魁省它是 魁省是这样 你是修够1800个小时 就可以拿三年工签 这也就是所说的 PEQ里面的 PEQ它的要求 基本上是1800个小时的学习 所以你毕业以后 直接就可以拿 三年的这个工签 在这写了 每个项目必须是最少是八个月 他这个魁省最少是900个小时 还有一点变化想给大家说一说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申请的时候 看刚才这是申请 你可以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在国内申请 也就是说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申请 还可以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申请 这也是给了这个毕业生的灵活度 比如说有的人毕业以后 我着急先回去 我可以在国内那边继续申请 这有了一些灵活度 再有一个小的变化 就是回来 我想给大家看的是修学的 比如说你修学的学生 再一看 如果这个签证官觉得你在学习期间 你在修学期间 但是你的态度还是很好 你希望就是说 你还是希望能够完成你的全职学习 他也考虑会给你这个发毕业工签 以上呢就是一些变化 毕业工签 说到毕业工签 这其实是加拿大对国际留学生 发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信号 那也就是说想要让更多的这个留学生 留下来在这边工作 移民这样子 而且之前这个移民部的部长胡森 森哥也一直提出来 留学生来说对他们来讲 对他们想要的移民人来讲 是比较受青睐的一个群体 好的我们来做一个小的小节 第一个就是所有的留学生一生当中只有一次 而且仅有的一次申请毕业工签的机会 第二个毕业工签有原来90天内申请变到了180天 所以有机会给你改正一些错误 或者重新提交 也希望那些有拖延症的朋友不要太拖延 超过了这六个月 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在国内申请 也可以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申请 接下来的以前要求你必须是有效的学签 现在你的学签如果过期以后 也可以继续申请 那就是给你一个用春雨的时间去准备 毕业工签的这个申请方式有两种 一个就是网上申请 一个就是纸质的申请 纸质的申请可能会慢一些 希望所有的朋友留学的朋友 不要错过这个医生经营的一次机会 好的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留言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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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